二零二二先進西拉雅 山海鎮 大鎮之路劍走活動 將在十二月三號 四號 在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盛大登場 路線總長為十公里 除了可以好好欣賞沿途美景之外 主辦單位還精心準備了 許多表演活動跟在地美食 可以說是好吃 新奇又好玩 三號 四號兩天 在西拉雅國家風景區舉辦的 山海鎮水晉之路劍走活動 這次總共有六百個名額 然後我們會以報名的優先順序 然後可以來做這個 兩天的一個活動 我們還有在烏山頭水庫 跟觀田遊客中心 我們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活動內容 那另外我們會介紹當地的一些美食 像雛炭麵 或者是蕎麥麵等等 我們做一個十分埋伏 讓大家能夠來品嘗當地的美食 而且本次劍走活動還邀請了 中職人氣啦啦隊樂天女孩一同參加 其中代表出席造勢活動的芸汐 可以說是迫不及待 其實我個人是蠻開心 因為昨天你們才知道我們 我們真的是很需要去散散心劍走 好好劍走一下 小隊友不要擔心 我們就是一樣 我們把我們自己的狀態調整好 調整再調整 補足我們自己的元氣 明年再站起來 哎呀呀 還真的是哪壺不開提 哪壺啊 各位桃園球迷們 如果也想跟芸汐一樣 好好散個心 忘掉被4比0橫掃的慘痛記憶 那就不妨來報名參加 本次劍走活動吧 YT台採訪報導 大家好